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今天我去参加一个垃圾安全回收的活动 像是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直接扔进垃圾桶的 也不能放在路边回收 所以需要这种特别的回收活动 在这里可以回收的项目是上油漆清洁剂 强力清洁剂 日光灯管电池化学容器杀虫剂灭火剂 过其药物还有尖锐气品 以及一些电子产品 他们不接受的是家电用品 像是空调除湿机跟冰箱之类的 但是我今天带来了小吸尘器 不晓得他们会不会接受 这是我带的一大包 原本他们不接受的 可是后来还是拿了 这工作人员比来回收的人还多 看着气势辉红 像是美丽的城堡的建筑 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在看多了餐馆超市地摊和热闹 购物人潮视频之后 让我们换个景色 感受一下荣誉的书卷气和学术风气吧 文明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主校园就在这附近 让我带大家一窥其唐澳之美 这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正门 哥伦比亚大学位于曼哈顿上层的城边高地 简称哥大 是一所极富盛名的世界顶尖长春藤名校 哥伦比亚大学非常牛逼 名列今年美新周刊 美国最佳中和大学排名第二名 它是服饰的母校 并有数十名校友教授获得诺贝尔奖 是很多心心学子梦想的大学 这是校园的中心地带 有着很宽敞的空间跟草地 这座是牢纪念图书馆 宛如古希腊的神殿正在进行修复 立在图书馆前面的雕塑 是被认为哥大精神的象征 是学生游客必访之处 原因是这个雕像有猫腻 它的裙子皱褶里头 藏着一只代表智慧的猫头鹰 但是现在找不到 因为它在裙子的更下方被蓝渣遮住 有不少毕业生在拍毕业照 前面这个狮子的雕像挺有名的 叫学者狮 这是在120街的出口 是不是看起来很面熟啊 没错 这就是刚刚看过的教育学院 是我刚刚参加回收活动的地方 我说 都是在更久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座上有编号 这就是一个小学院 并不适合 这个小学院 小学院 我们还发现很轻易 是否 产生 人生 我 现在 傻尊 我 我 有不适合 我 我 你 这是计算机科学大楼的门口 前面筑立着一个雕像 音乐响起悠然自得 令人回味着学生时代天真浪漫的时光 谈到哥大的学杂费是还蛮惊人的 他的2021年到2022年学杂费超过6万美元 还不包括宿舍费 即使他的学费跟生活费领先各长春藤盟效 而且他的地理位置又临近 自然不佳的哈林区 仍有许多人挤破头也想挤进来 不过近年来这个地区 有高档化的趋势 所以治安也渐渐有所改善 这里东方面孔真的很多 我相信有很多是来自台湾和中国的学生 因为在我这一路上都听到不少人在说普通话 这是他们的法学院 这是他们的法学院 上面有着还蛮奇怪的雕塑 这是他们的哲学系大楼 这一带绿意盎然 环境真的很优美 这就是明文瑕尔的雕塑作品 陈思者 他是由著名的雕塑家罗丹雕塑而成 他跟他的爱人卡蜜拉的爱情故事 曾拍成电影 感谢各位观看 请点赞留言分享和订阅 谢谢观看